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需值班一年 而从春秋时期起 十二生肖便生活在每一刻的分苗里 作为时间之神 它们掌管的是十二个时辰 从鼠到猪 十二种动物按时登场 而在唐代 十二生肖的时刻守护 还延续到另一个世界 唐人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官员 在离世后 墓中一定要有四神十二时 即十二生肖勇的守护 唐代生肖勇样式丰富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十二生肖勇 头部依旧保持动物形态 但是却拥有了人身 披上了唐时流行的宽袖长袍 笔直地立于圆台之上 它们的头微微扬起 神情肃穆 仿佛正立于朝堂的文臣 当我们日常见到 或者存于想象中的动物 有了人身 便成为了每个人都拥有的守护身 不论是在哪个时期的神话小说 动物们修炼的目标 都是拥有一副人的躯体 但比起动辄就引起 大事件的动物神怪们 负责守护时间的十二生肖 格外的接地气 甚至会因自己的同类被吃 而找上门去 爱吃羊头 听上去似乎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在唐代 却可能一大早被羊守人身 一关整洁的神找上门来 严肃警告 无畏之神 奇数在羊 听说你爱吃羊头 所以特来恳请你 不要再吃羊头 否则 我可是会杀了你哦 霸气护羊的羊神 称自己为卫之神 是因为当时时间的表达离不开天干地支 作为时间之神 十二生肖的排序与地支相对 当子 丑 银 卯 变成子鼠 丑牛 银虎 卯兔后 计时法因我们熟悉的动物 而变得更加简单易计 具有人情味 十二生肖对应着十二时辰 十二个月 十二年 与我们未曾有一刻的分离 生肖祭食的习俗 历经千年 流传至今 当生肖与出生年份对应 我们便拥有了与生俱来的属相 十二种动物从守护神变为陪伴者 我们不仅被生肖守护 也被生肖影响 生活在被生肖护有和象征的世界里